哈喽你好我是盈盈 那今天呢一开场呢 就要为大家先现唱这首歌 Come on baby 雨下 我们一起唱到这样 三二一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那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呢 如果雨下一整夜呢 一处来的不是爱 而是泥水 马来西亚担心淹水都来不及了 还给你浪漫的雨水勒 想就有啊 这几年呢马来西亚人呢 都已经是淹水淹到怕了 我们的水灾哦 有发现吗 一场比一场还要大 我们没有为言耸听哦 因为在2001年到2021年 马来西亚的天然灾害当中啊 洪水也就是大水灾 就占了84% 至少呢有100万人受到影响 那上一集呢 我们有整理出来 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严重的 五次大水灾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 去找来看 不过呢你又没有想过啊 到底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 一直会水灾呢 稍微是一切必要的吗 有人就说呢 那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 过度的发展 那有人呢就骂说是正不太烂 那有的人呢还赖啊 这是上天的惩罚啊 OK 不用乱猜 我们今天Hardlighter呢 就要来带大家呢 一起去找出最理性 也是最科学的答案 上课咯 原因一 排水系统不足 马来西亚的水灾啊 主要是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是 东北季后风 在11月到3月份的时候呢 所带来的这个暴风雨 下的时间呢会比较长 而通常呢会发生在东海岸 第二种呢是那种 突然下那种倾盆大雨一两个小时 造成的那一种闪电水灾 通常呢就会发生在城市地区 比如说是雪龙啦 或者是槟城一带的 那不管是第一种或者是第二种呢 都是因为雨水太多 而现有的排水系统不够用啊 比如说我们的水沟太小啦 或者是河流太浅啊 水来不及排出大海呢 所导致的 其实呢无论是水沟或者是河流啊 都有它的承载量是有limit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增加的话呢 就需要花大钱去提升 而且呢要有越大的排水量 就会要花越多的钱 举个例子 槟城爆发2017年的大水灾之后呢 州政府其实就有拨款 去提升了这个排水系统 最高达100年ARI 什么是ARI ARI就是平均复发间隔 那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啊 不用紧不用紧 我们highlight的呢 来慢慢解释给你听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降雨量的发生机率 还是您不懂事啊 反正呢就是ARI越多年呢 就代表着排水量就越大 当然造价也就越贵了 那槟城钱不够嘛 就做100年的ARI 那斯朗沟好像不要有钱了哦 就做150年的ARI 那州沟更厉害 直接跟联邦讨钱 做200年ARI 这样听明白了吗 不过呢 这些排水系统呢 是需要定时维护还有提升的 但是老问题 我们马来西亚呢 很多地方呢 都是缺乏资金的 平常呢 我们因为肉眼看不到这些排水系统啊 所以呢 就更加会经常忽视它 再加上呢 有很多人的公民意识不高 很爱呢 把这个垃圾呢 丢进水沟或者是河里面 那排水系统啊 一旦塞住了 不管你是100年 或者是1000年的ARI 都是废的 一样还是会淹水 明白了没有 所以真的是 公民意识要提升啊 原因二 森林过度开发 其实呢 在下雨的时候呢 森林里面的草地啊 还有树根啊 都是可以帮忙吸收雨水 来避免水灾的哦 可是呢 如果上游的这个森林呢 过度的砍伐 变得光秃秃的 那么雨水呢 就没有办法被吸收 还可能会造成土石流 大雨呢 就会将裸露的这个泥沙呢 给冲下山 而雨水呢 带着一大堆的泥沙 流到下游的河 或排水系统里面呢 就会造成淤积 那河流就会变浅 排水就会变差嘛 然后呢 又会爆发水灾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啊 这几年的大水灾 那些布满泥泞的这些照片啊 根本是一片黄啊 专家就说呢 那这些跟伐木是脱不了关系的 尤其是马来西亚呢 还被评为是世界排名第九 损失最多森林的地区之一 从这个2000年到2012年之间啊 我们总共失去了 14.4%的森林 这个速度呢 堪称是全球最快哦 那可能呢就有人会问啊 如果我们砍掉这个树了之后呢 我们就不要让这个泥土裸露 我们铺上了这个水泥 这样可以啊没有 很耐用吗 very good oh no baby 后果可能会更惨哦 怎么咧 那我们后面会解释 原因三 过度城市化 大自然的森林跟沼泽地呢 其实啊就像是海绵 是拥有非常好的 这个吸水能力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哦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片 鸟语花香的茂密森林 嗯 这个鸟儿呢就啾啾啾啾啾的叫 那白兔呢就蹦蹦蹦蹦的跳 那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天上打雷 吓起了大雨 当这个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咧 那你看 这些树的叶子呢 基本上会先帮我们拦截住 一部分的这个雨水 那让这个雨水呢 卡在树叶之间 那没有被拦住的雨水呢 就会降到地面 先渗入这个松软的土壤里面呢 被树根吸收 或者呢是进入地下水层 那如果雨太大的时候呢 这个土壤就没有办法马上吸收吗 没有关系 因为雨水呢 是会先积在森林里面 Store着 大约50%的雨水呢 其实是会慢慢地渗入泥土 而40%呢就会蒸发掉 那剩下的雨水呢 就会在地面上的流动 比如说是流到河里面呢 所以呢 河里面的水位呢 就会慢慢地上升 不会快速地暴涨 所以你可以feel到那个 雨水的这个路径图了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开发森林 过度城市化 那么绿地呢 就会变成是不吸水的水泥地 或者是泊油路 那么大自然呢 就不能够帮我们吸收雨水了 那雨水全部在城市的这个地面上 流来流去 而地面又吸不了水了我 这样流去哪里呢 就全部流去排水系统哦 but如果排水系统够大的话 就没有事情咯 可是如果不够 就会满出来 而且你不要忘记哦 这些水都是排到河里面的 那因为没有大自然的这一块海绵 一旦雨太大 河的水位就会暴涨 就会造成水灾 这样子的前因后果 你听明白了吗 或许你会问啦 OK咯 这样不用发展了咯 我们大家全部出森林了 OK有没有哦 那很多人就很喜欢这样啊 动不动就讲回回去 哇 这种花呢 是没有建设性的 其实呢 是可以不用那么极端 有很多专家呢都已经建议打造海绵城市 来提高城市的这个绿化 把大自然带回城市里面 就比如新加坡 他们在盖房子啊 盖马路的时候呢 也会种植大量的树木 还有铺上这个草皮 也不会覆盖任何的湖泊 这样子呢 就可以增加城市的这个吸水能力 不过呢 海绵城市呢 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建设哦 那我们现在呢 暂时是稍微举个例子 就先不深聊了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海绵城市的一些知识啊 或者是讯息的话 可以留言敲碗 原因四 极端气候 因为全球的气候变迁嘛 所以马来西亚呢 也面对着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难预测的天气 比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天气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热了 那天气热呢 不是开aircon就可以解决的哦 因为越热降雨量就会越大 Why? 因为呢热能呢是会导致水的蒸发量增加 那水蒸发的越多呢 雨水量呢就会越大 从这个1969年到2009年之间啊 马来半岛的平均温度就上升了1.1摄氏度 根据计算啊 未来还会提高多两度哦 OK我们从这一张图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雪龙下大雨的这个天数呢 从60年代开始呢就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呢短时间的这个降雨量呢 还提高了29% 这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雨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 而且呢这个极端气候啊 也给马来西亚带来更多的热带低气压 也就是弱台风 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过的吗 弱台风就引发了这个2017年的冰城大水灾 以及2021年的八周大水灾 那这两场弱台风啊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下了一个月的雨量 已经完全超出了城市原本的规划 排水设施是根本没有办法附和的 那么点心呢 我都不知道点心哦 是的海平面上升呢是真的不是电影情节而已哦 那虽然呢也没有演得这么夸张啦 不过地球变热已经让全球的海平面已经加速上升 除的是冰山会融化 水变热的时候啊其实也会膨胀 那么水的体积就会增加 增加之后就会怎样呢 水位又会升高咯 尤其是赤道附近的海平面 也就是我们这边啊 比其他地方呢是上升得更加明显的 其实呢从1993年开始呢 马来西亚的平均海平面就已经上升了超过0.1米了 之后呢还会以每年11毫米的这个速度去上升 如果没有缓解措施的话呢 以后就会非常的恐怖 那当然呢其实不用等到以后啊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发生了嘛 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水灾呢 某程度也是海平面上升所引起的 比如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谈到吗 有一些水灾呢是因为涨潮雨水排不出去所导致的 再举个例子 2016年击打因为海平面上升 结果就发生了海水倒灌 就将很多的农田呢都摧毁了 就连巴生的工厂业者也说啊 现在就算是没有下雨啊 只要涨潮他们的工厂就会淹水 那根据模拟计算 2050年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有9个州属都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不止水灾会变得更平命 有些地区还会被海水给淹没 里面有包括你的家乡吗 好听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有发现吧 其实水灾呢是大自然加上人祸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不要完全赖大自然 也不要完全赖发展 政府有责任的同时呢 民众也得有相应的公民意识哦 那城市需要发展是没错 可是与此同时啊 我们也要把规划和环境保护做到最好 最后呢要套一句城市规划师所说的 有效使用空间资源和人力 创造一个人与大自然可以和谐共生的平衡城市 我们非常非常希望马来西亚的水灾可以越来越少 城市规划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那当然如果说在看着我们影片的朋友 你们有相关的专业或者是有更好的idea 欢迎大家集市广益 把你的想法放在这个留言区大家去讨论 说不定可能也是有一些政府官员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助理 哦他自己会看到咧 未必他就会采用了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荧光笔可以是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来集合公民所有的一些智慧 一起来建设社会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点like share出去 subscribe 留言 donate 还有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 每个月只要一点点的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 制作更多类似的这种内容 来提高更多的公民意识 我是茵茵 下一支影片再见 啊 拜三拜六上片 记得看首播 我今天根本就是上科学课 sorry哦 我的年代好像没有人文与环境 哦我再更早一点 好不要讲不要讲 cutcutcut 哪边的 哪边的哦 哪边的 哪边的哦 这里 OK 啊这边 它 Rolls2 等你 我 Cruz 你 我